那我就是把這些畫面 丟給被害人群組看看 那結果有人就認出來說 這個他之前有遇過 是陳國帥的小弟 律師事務所遭到狠雜 警告一位農厚 而背後的嫌犯疑似 就是律師在法庭上的被告 炸彈案主嫌陳國帥 當年為了炸屋不擇手段 要不是丟去油彈 要注意人家死地啊 所以每個人都不敢講出來 當年陪著強強父親 對上陳國帥 最後智取詐騙集團 讓他重判十二年半 沒收所有犯罪所得 一點八八億 等於是斷了詐騙集團命脈 但沒想到主嫌陳國帥 令其爐灶 近年再以假應徵員工 要員工取得二手車去貸款 最後把貸款拿走 讓員工背債 被害人求助無門 照上的也是他 聽到律師好友被人恐嚇 搶搶也是慢肚子氣 現在打炸律師二度和陳國帥 正面交鋒 儘管嫌犯已經同氣再逃 但希望這次能夠徹底 將他繩之以法 不要讓詐騙集團主嫌 逍遙法外 把他關在牢裡 我真的會比較安心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